市場近日擔心物業三案四案多了 可能為觸發世界樓有爆股的風險 正正來到底怎樣可以將樓搞到三案四案 景俊簡單來說 三案和四案就是用未供原物業做擔保 再向一些肯成造的財務公司再借錢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當樓價持續上升 扣除了之前借的錢 物業的剩餘價值也會增加 令市民可以重複用同一個物業 都可以再借多幾次錢回來 有沒有問過這個情況有多普遍呢 那我們向金庫局查詢過 他們就沒有直接回應過三案和四案的金額有多少 不過就說財務公司整體以物業作為抵押的貸款金額不多 大約有九十億 佔整個銀行體系的整體的最一貸款 相當於大約百分之一 有財務公司說過去一兩年中下價樓的價格升幅比較大 有業主借樓市升溫 用三案和四案的方法套現 去年就有大約一千張 如果樓市氣氛轉差 可能觸發財務公司或追溯而收樓 坊間的財務公司有些去到 譬如三案和四案 事實上突兴風險在那裡 如果事實上下行 即樓市下行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出現資不抵債 如果下行不還的話 可能財務公司變得本金 他們可能收不回 我們可以透過法院做了訴訟 收一層樓出來拍賣 上賣自己的本性 有意見擔心如果財務公司追債 而被迫賣樓的個案增加 可能出現連鎖反應 出現細價樓爆煲 不過有分析說 三案和四案佔的比例始終低 就算樓市逆轉對市場的震盪也不大 因為金管局按揭的收緊措施底下 其實的而寫伏 多了業主是需要向一些財務機構 去進行一個物業的貸款 我們再看看整體的數字 當中的金額大概如果我們預計 在一月份只是佔市場不足2% 我們預計在這個數字底下 接下來相信如果無論是加息的底下 或者是按揭措施底下 相信都不會對市場構成一個很大的風險 他統計了本地其中20家財務公司的數據 一月份成造三案以上的個案 有1.110多宗 估計涉及金額大約4億 我們也曾經向政府查詢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就表示 有留意持牌財務公司的經營情況 當局會繼續留意放債業務市場的最新發展 轉體外圍最新的消息 高原區財長會議稍後會舉行 將會再就希臘的債務問題進行商討 在會議前 希臘財長阿魯法基斯在紐約時報贊文 重新希臘的過渡貸款方案 希望可以拿到幾個月的時間 令到金融市場穩定下來 以及給經濟逐步復甦的 給經濟逐步復甦的